如果你打开小红书,微博,它们两个一定是热议最多的话题 兰蔻和自生糖防晒 有人说兰蔻清爽,也有说它超级油腻 同样,自生糖也是褒贬不一 这个视频我来好好测评一下这两款防晒 看看它们都适合什么肤质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我是穆迪,一个喜欢八成分的护肤博主 科学护肤真实测评 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两款防晒霜了 但是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亚洲版的 北美版和亚洲版的不一样 可能今天我会重复很多这句话 不仅包装不一样,成分不一样,使用感也不一样 那我是让家人从国内人肉背过来的 在北美这边不太好买 那我会尽量把可靠连接放在新西兰供大家选择 我们先说兰蔻吧 北美版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里面还有二本铜三,Oxybenzone,所以我不推荐 在动物实验中对雌激素有影响 也有些人对这个成分过敏,引起皮肤的红肿发炎 并且有二本铜三的都不是海洋友善 都不是RiffSafe 夏威夷还有一些岛国的国家已经禁用了这个成分 北美超市呢也更新了一番 基本上都已经拿掉了这个成分了 目前北美版的兰蔻防晒还是有二本铜三的 我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会更新 像Maxreal XX还有Tinosaur M都是比较贵的防晒剂 全光谱都可以cover到 像380纳米以上也可以照顾的很好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有PA四个家的 使用感是真的像小红书大家上面说的 很适合作为妆前乳 算是比较滋润的一挂 之前我不用涂乳液,一天也不会干 里面添加了一些VE、麦芽糖 还有葵花籽油 这些都是有保湿抗氧化的功效 我个人觉得是一点都不油腻的 就像隔离霜一样 自然提亮 有高级的那种水润光泽感 后续上粉底超服贴 特别适合像出去逛街啊 和姐妹在一起 画一个美美妆 一天不脱妆的那种 每次一说逛街 都是说和姐妹们去逛街 我觉得反而和异性出门的话 你不会太收拾自己 反正他们也看不懂嘛 你涂什么口红啊 画什么腮红 他们都觉得是一个色号 Anyway 回来 唯一的缺点 是它添加了香料 一打开一上脸 就可以闻到的那种蓝蔻香 你懂的 大牌护肤品都有那种香味 比如说像神奥香啊 独特的蓝蔻香啊 不适合敏感肌 或者容易抱痘啊 长白头的那些肤质 皮肤没有什么瑕疵 没有什么过敏情况的话 用它会觉得很舒服 很完美的妆前乳嫁防晒 亚洲版的蓝胖子和北美的 是不一样的 我当时拿到北美蓝胖子的时候 很开心 因为里面去掉了二本铜三这个成分 这个厂家是真的有用心在做防晒的 可惜上脸那一刻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拿家里的油往脸上涂 就那么油 油到可以炒菜的油 我不懂同一个品牌 为什么亚洲版和北美版这么不一样 难道不可以互相借鉴一下吗 日本版的清爽太多了 就是那种油到刚刚好 它是有油膜感的 但是完全不油腻 如果你用过安奈晒的话 我个人认为比安奈晒要清爽一些 和北美版一样都是偏粉色的涂改叶质地 记得里面有钢珠 一定要摇匀后再使用 妆面很自然 后续不会加速粉底的脱妆和斑驳 懒的话后续直接上散粉 马上那个油腻感就没有了 都不用那个等待时间 再来说说防晒成分 它也是全波段的 防晒剂很多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发现大部分都是防护UVB的 UVA的主要是靠氧化芯 Zinc Oxide 在理论上它防UVA的指数就没有那么高了 不会像Tinosaur M 或者那些新型的化学防晒剂来的要好 但是不要忘记 资生堂爸爸家有一个 遇水则强的黑科技 它的防晒膜的膜感要更强一些 像出汗啊 浴水啊 也不容易很快的蹭掉 而且理论上 氧化芯如果你不擦掉的话 它是一直有防护力的 不会像化学防晒 随着光照 它的防护力就减弱了 总体来说防护力也不比兰扣差 那我们最后来对比一下这两款 先说保湿度 明显上脸兰扣更保湿一些 更像妆前乳 可以取代你的乳液 那资生堂因为是遥遥乐质力的嘛 它的膜感会更强 保湿效果就一般 但是到下午你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拔干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还是选兰扣生 香料它们两个全部都是有frequency的 在列表最后都可以看到明确有写frequency 但是明显上脸兰扣要更香一些 资生堂我感觉不到有什么味道 对于敏感肌来说我会更推荐资生堂 油腻感 我觉得它们两个都不太油 但一定要说一个的话 我觉得蓝扣可能更佳更清爽一咪咪 真的差不太多 一个是乳液的保湿 一个是遥遥乐质地的这种保湿和锁水 但是总体来说都不油 只能说资生堂有一层膜 你能感受到那层油膜的存在 防晒力度来说 它们两个我觉得可以打一个平手 一个是侧重UVA的防护 一个是侧重浴水流汗之后的防护 算是各有千秋吧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 穆迪穆迪一定要选一个 你选哪个 如果我不说出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一定要说的话 我会回购蓝扣的 原因本人是宅女玉眉 运动少不出门 喜欢在家做运动 做瑜伽 但资生堂这个防水黑科技 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需求 如果欧美市场有卖这个亚洲版的蓝胖子 我想一定会卖的很快 一定会被抢光 它这个质地还有它的防晒力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防晒霜绝对是很主观的产品 看场合使用 看你的肤质使用 如果不是在外面暴晒一整天 只是通勤的话 我也不建议你选择一个防护力超强超厚重的防晒 用完它们之后我终于拔草了 不用再看小红书去纠结 哪一支更适合我的肤质了 希望这个视频给纠结的你们做一个参考 尤其是和我同肤质的 本人是混合偏油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如果还想看更多的防晒测评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给这个视频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By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